嗨 坐著百年油軌電車 穿梭在大連的歷史回憶中 老大連人看盡了 大連的快速變化 生長男 養殖男 被視為水中鑽石 中國的珍寶鮑魚 亞洲第一大鮑魚研究所 成功孕育 平均年齡23歲 170公分以上 中國第一 馬背上美麗的女警察 大連女騎警 培養世界頂尖模特兒 扭腰擺臀 頓上高跟鞋 大連模特兒藝術學校 走向國際梯形舞台 北方明珠 大連為何閃耀 跟著中國大體驗 體驗不一樣的中國 和山東半島煙台隔海相望 大連一個東北三省的重點城市 一個改革開放之後 迅速竄起的新興城市 在遼東半島的最南端 在渤海與黃海的交界處 一個北方耀眼的明珠 游軌電車 行駛在大連現代化的城市當中 時間彷彿回到了日據時代 等電車是大連人共同擁有的回憶 即使現在大連都變了 唯一不變的 還是這座每天照常行駛在街頭的 游軌電車 這邊是大連 這是他們的電軌車 這個車子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是過去日本時代遺度下來的 如果要遊大連的話 可以稍微坐一下這個電軌車 不過這個到底大連怎麼走 這旁邊還有賣這個地圖的 我們稍微來問一下 地圖嗎 有賣地圖吧 一份 對,大連的嗎 好,大連的 有這大連地圖 你就可以遊這個大連 大連總共有八十幾個廣場 而且大連的建設非常的漂亮 我們坐這個電軌車的話 待會兒可以看一下他們的市區 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這裡是新宮街 然後下一站的話是鎮宮街 所以我們待會兒 好危險 其實電軌車在大陸地區 過去的話有好多座 但是現在唯一僅存的話 大連算是唯一一座 另外還有一個長村的地方 也有一座 來了 車子來了 大媽,你要往哪裡走 我往火車站那邊走 往火車站啊 你常坐這個嗎 常坐嗎 因為我從台灣來不知道路怎麼走 你可以帶我坐嗎 我有事 沒關係,你帶我上車 告訴我從哪裡下車 好不好 到火車站 到終點 那是終點站了 對,終點 OK 到終點就行了 好 那上車怎麼用 有人賣票嗎 一塊錢啊 一共投票 一塊錢 先準備好 先準備好 走 快,我跟妳換一下 更好 有料金,好了 現在大... 現在大電視的居民、市民 還是很多人 做這個電軌車 一塊錢 可以嗎 兩個 再一次 周大媽是老大連人 這一天大連下著雨 她還是跟往常一樣 坐著油軌電車到市區購物 她告訴我們 這座電車在她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存在了 過去她就是在 油軌電車公司服務 所以對電軌車特別有感情 現在出門的交通工具 還是油軌電車 這不管坐多遠的話 都一塊錢 很多人都這樣子坐嗎 你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電軌的 很早就有 四十幾年就有 四十幾年 四十幾年就有 十幾年 19四幾 因為我從八年 我就是幹電車工作的 你過去是幹電車工作的 所以我知道 以前你住在大連多久了 我住在大連五十年多了 住了五十多年了 六十年了 所以你來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過去呢 過去跟現在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大變化 還特變化了 你們到海資運 那邊變得更厲害 那市區呢 當變了 是全變了 全變了 我們是往老虎台那個方向住的 那邊的房子全都吃了 那現在生活怎麼樣 還是嗎 還好 大連是聽說是 最適合人居住的一個城市是不是 對 我們大連不是講嗎 風景美 人也美 風景美 人也美 大媽年輕的時候一定很漂亮 對不對 對 你不覺得很漂亮 他要去買封膠耶 有夠現代化的 對 很時尚呢 對 大連是變了 變得讓大連人說話特別的驕傲 周大媽也一樣 即使只有一讚的洩購 從他身上還是可以感受出 東北人豪爽熱情的一面 不管電軌車到底要行駛到哪裡 坐在車上看著街景 也是一種享受 回憶那段不曾參與過的歷史 一塊錢人民幣的車票 一車可以載上一兩百個人 污染操作簡單 雖然方便 不過旅司機告訴我們 要是遇上了拋錨 那麻煩可大了 整條電車都不能行駛 在大連油軌電車總共有三條 這種百年高齡的油軌電車 都是日本佔領時期所興建的 已經到了 這邊是終點火車站了 我們待會兒要去中山廣場 大連有八十多個廣場 所以來大連的話 一定要看一下他們的廣場 而且他們的廣場 建設得非常的漂亮 從這裡不難看出 當初日本人佔領大連時 建設這裡的決心 不過誰也沒料到 中山廣場圓環的這些老建築 如今替大連增添了不少異國風味 保留歷史的痕跡 開創出新的大連 是大連引以為傲的事 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 確實替大連帶來了不少的好處 尤其是這裡的海鮮 更是東北三省裡 海產的主要供應地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中國市貞裡面的鮑魚 這就是鮑魚 像這樣長到這樣子 要多久的時間 這裡就長兩到三年吧 兩到三年 對 二到三年 對 這一隻鮑魚的話 大概多大 這個 二兩多 如果大的時候 譬如說有半斤 如果五六兩的時候 就長了五六年 那鮑魚就那麼大 那有沒有一斤的 一斤的 比方向大連鮑魚 很少的一斤 就是說一斤的 比方向最大的時候 六七兩的比方向差不多了 六七兩 對 這是鮑魚 這是野生的還是養殖的 這野生的就是 這野生的啊 野生的很少耶 大連有 大連有 對 做菜有二十年經歷的譚師傅 是香港來的大廚 他說大連的鮑魚 在世界上鮑魚的排名 絕對是在前幾名 他的珍貴在於不易養殖 野生稀少 人工培育更是困難 新鮮的鮑魚 用簡單的料理 最能吃出他的原味 對 吃不掉你這些菜多久了 我跟妳看 我跟妳吃了差不多二十幾年了 已經二十多年了 民俗 上湯 一般一定要用上湯才提出來 燒到表現 好 好 這樣子才能把鮑魚的鮮味提出來 對 好 我們現在要放 滾了以後把鮑魚放下去 好 要煮多久 煮多 非常多 然後一分多就可以了 一分多就可以了 好 可以了 不能煮太久 太久 幫我吃好不好 不要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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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嗎 不要湯 這樣子就好了 不要熟了 好 不能煮太久 太熟了 它是硬的 太熟了 好 好 倒出來囉 這湯可以喝嗎 可以 也可以喝 可以 好 這湯可以喝嗎 鮑魚 一分鐘的時間 不過光是這鮑魚 就要養上二到三年 非常珍貴的一個食材 尤其是鮑魚 水煮的高級食材 通常都是要這樣吃 非常簡單的料理 才能吃出它的味道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上桌了 對不對 做這個工作實在太好了 我還可以吃到鮑魚 你看 馬上上桌了 剛剛看它這個 直接從這個水廚箱裡面 這樣子抓起來 現在的話 大個名廚又幫我料理了 這就是我們剛剛煮的這個 水煮鮑魚 對 對不對 對 那我們應該怎麼吃它 這個就是你要 這樣就可以吃了 謝謝 吃了鮑魚的味道 你給它煮飯的時候 沒有吃鮑魚 雲汁的味道 就變那麼鮮了 對 那吃鮑魚的味道 就給我吃了 對 唉唷 好 有夠多了 這個民廚居然就這樣子 拿起來這樣吃下去 就給我吃了就好 直接這樣吃喔 就這樣吃 好 吃給我看 你先拿 天啊 這中國象徵權利跟美食 跟富貴的象徵 全部都在這鮑魚裡面 然後我們的民廚 就這樣子拿起來吃了 看起來很好爽 師傅我比較細緻一點 我一口一口慢慢吃它 中國大體驗廖慶學 在大連吃他們的名貴鮑魚 很細 這很細那個 很細很鮮 真的不騙大家 我是第一次吃鮑魚 這大連的鮑魚在哪裡 或者說 全中國鮑魚 大連鮑魚最好 嗯 最好吃 而且可以吃出那個海的味道來 對不對 對 這好的鮑魚 吃下去以後 你隔天啊 那個鮑魚的味道還會纏繞在 你的嘴巴裡面 這就是鮑魚 昨天我們吃到的鮑魚 就是從這麼小開始陽晴了 天啊 長到這樣子要多久的時間啊 這個將就四年了 幾年 四年嘛 四年喔 來 比較一下我的手掌 有沒有看到 真的就比 跟我的手掌一樣大 這要四年的時間 大連經濟未開發的時候 人民的生活並不富裕 許多的漁民到海底捕撈鮑魚為生 因為鮑魚不容易生存 再加上物以稀為貴 當時即使有錢 還不見得可以買到鮑魚 不過這種情形在1984年以後 有了改變 這個大連的水產養殖中心 亞洲第一大的鮑魚養殖場 你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是養鮑魚的 旁邊這一位是我們的所長 對不對 可不可以幫我介紹一下 我們這邊的鮑魚 我們這個鮑魚啊 大連的駐紋盤 為了培養這種高經濟的海產 大連水產研究所花了相當的心力 在鮑魚的研究上 咱們大連的駐紋盤盤 我個人意味是很好 受到鮑魚面面的人歡迎 歡迎 因為我們昨天有吃到這個鮑魚 長得那麼大 不過這鮑魚要從小鮑開始養起 我們可以在這邊 可以看得到小鮑魚嗎 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的育苗室 這全部都是育苗室啊 全部都是育苗室 我們這個五千多平方米的這個鮑魚 五千多平方米 這是我們去年 去的鮑魚 這就是鮑魚 昨天我們知道的鮑魚就是 從這麼小開始養起的 還有更小的 這跟我們一般那個台灣看到的 九孔好像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 我們這個中文盤盤是四個孔的 而且它是翡翠色 也是顏色 顏色很漂亮 光是鮑魚的品種 全世界總共有一百多種 這種中文盤盤 就是其中品質最佳的一種 為了養育這些品質高的鮑魚 研究中心特別引進了 日本的種鮑魚 大連當地產的野生鮑魚 進行雜交 培養出生長力強的鮑魚 這些鮑魚的活動力很強 你看 就說明這個鮑魚很健康 對 活力很好 我們的韓話叫活力好 到這時候的狀態好 你看在這麼低的氣溫 現在這個水溫也就是 將近十度大 自然水溫現在也就是五度左右 我們可以稍微提點溫 空氣接觸現在空氣溫度 也就是十度左右 除了水溫之外 另外一個影響鮑魚生長的 就是它的水質了 這鮑魚的養殖 跟這個水也有很大關係嗎 這水從哪裡來的 我們那個水 你看不到 就是我們 就外面這裡 外面的那個海水 海水經過我們的水泡 已經抽到過濾池子 這個水我們看的水質非常清 只有過濾的 過濾以後 利用管道再打在我們這個車間裡 循環的水質 全部來自大連的外海 不斷注入新鮮的海水 讓鮑魚就像生長在大海裡 另外營養的來源 也是從海裡撈起的海帶 這個水溫的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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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帶的水溫的水溫 水溫的水溫也滿好的 然後 他們這個海面是水溫的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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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大一點的鮑魚在哪裡 在底下 在底下 那可以帶我去看嗎 可以去看看 有多大 大的是十公分以上 十公分 十公分以上 十公分這樣子 有沒有一斤啊 一斤這樣的鮑魚 三個左右吧 三頭鮑 三個 那算是三頭鮑的 三頭鮑魚 這麼大隻 這是我們的養成車間 這養成的就在這邊喔 什麼養成的就是養到 一隻醉了 好大的一片 很大鮑魚 我們叫我們主任 千千主任 拿了個大鮑魚的池給你們看 好 這個更大了 剛剛好像比我們剛剛看的 還要大了對不對 我們在樓上看的 好像只有一年左右的嘛 這多大啦 就是有五公分左右 兩年喔 對 有兩年 五公分的 已經兩年了 五公分左右 經過兩年的養殖 五公分大小的鮑魚 已經算是成鮑了 可以賣到市場裡 要養到這樣已經不容易 越大是越難養殖 這中間遭遇的困難更是多了 一旦水溫或是環境 發生了變化 兩三年的心血 可能功虧一虧 所以得詳細的記錄下 鮑魚的生長狀況 尤其是大鮑魚 更是得細心照顧 這就是大鮑魚啊 這大鮑魚是鄉底的大一點 天啊 這長到這樣子要多久的時間啊 這個將近四年啦 幾年 四年啦 四年喔 來 比較一下我的手掌 有沒有看到 跟我的手掌一樣大 這要四年的時間 這幾公分啊 這是十公分以上 十公分 這個比這個你看相對還能大 更大了 一般來說 野生鮑魚如果要長到像這麼大 要得花上一倍的時間 養殖的就不需要那麼久了 藉由人工的方式控制水溫 讓鮑魚減少冬眠磁緩生長的狀態 可以生長得更快 大約只要四年的時間 就可以培養出三頭鮑 最旁邊的我的這個左手邊 是一年 一年名喔 兩年的將近兩年 對 將近三年 三年 是將近四年的 四年 那左手掌像一般這樣子 這個最大的這個 要賣到多少錢 目前我們大年底 許願的第一次 這個咱們都開到火龍房 對 市場經濟 對 我們目前的現在這個鮑魚 三百元 人民幣五百克 三百元 五百克 三百元 三四十二 一千二 平均起來 一支約合台幣250元 外銷之後呢 價格更高了 鮑魚養殖確實替當地 帶來了不少的財富 另外所長還告訴我們 不只這些鮑魚的肉可以食用 連鮑魚的殼 都可以拿來磨成藥材 以及做成美容用的珍珠粉 算是經濟價值相當高的魚彩 近幾年 他們更努力地研究出了 容易養殖的新品種鮑魚 這是改良品種的 這是我們培育的新品種 新品種 這是本來的 這是顏色是 都是中文盤報 顏色是翡翠顏色 但是就是說 我們採出了苗以後 我們剝離下來 發現有一批 都是這種顏色的 那我們根據顏色 稱呼叫瑪瑙顏色 類似一下瑪瑙顏色 這是翡翠顏色 肉質 比如說我也沒吃過 但是有專家吃過呢 肉質營養是一樣的 但是它有什麼優點呢 它的這個 烤完這個低溫水的能力能強 烤冰能力強 相對於同樣這批鮑魚牛 這個它的死亡率 更低了 相對要低 相對要低 更容易養活它就對了 營養價值高 具有滋補的效果 口感佳是鮑魚 廣受歡迎的原因 所長看管這些 如同黃金屋的鮑魚養殖場 照理說應該有吃不完的鮑魚 不過事實並非如此 我們認為我們都有機率的 不准動 動如果發現了以後 真的都不吃 沒有動 為什麼不吃 不准動 不准動 當然可以買一點吃 但是我想我們基本 基本就不吃太多 因為自己親手養大的這個東西 好像從感情上 感覺上 好像覺得有點那種 特別的那種感覺 所長長得好有感情 你看自己養的鮑魚 他不忍心吃它 然後奉獻給所有的人 喜歡鮑魚的人來吃 這太偉大了吧 從未品嘗過鮑魚的美味 他們卻養育出了這些珍寶 克服了先天上的困難 利用大連自然環境的優勢 加上高級的人工技術 孕育了這些海中鑽石的鮑魚 現在每年可以供應 一千萬隻的鮑魚給養殖戶 間接也照顧了所有的漁民 給一堡世人的恐腹之慾 很冷的 很冷的 這樣哪有話 直接把自己的鮑魚 好 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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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注意喔 好 好 難怪他們要選170公分以上的女孩子 腿會比較高 比較容易上嘛 要不然的話 就像我這種小短腿的話 是上不了的 大連是位在東北遼東半島的最南端 也是靠近日本以及朝鮮地帶 過去日本人以及俄國人 佔領東北的時候 精油的門戶都是大連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這個 中二時期的建築風格的東西 我們現在的位子 就是在這個中山廣場 中山廣場的四周都可以看到 中二時期蓋的建築物 我後面這一棟房子 就是這個日本時期 殖民時期所蓋的房子 那是大概是在1914年 屬於這個文藝復興時期 後期的建築風格 現在的大連賓館建築風格 與巴洛克風格是相似的 圓形的柱子以及窗台的設計 都是它的特色 不只大連賓館是個老建築 在中山廣場四周蓋滿的 全是日本佔領大連時期 移留下來的建築物 沒動的風格不一 過去這裡也是大連的政治經濟中心 為什麼以前的建築物 都沒有棚子搭起來 和我現在要淋裡 這個房子是這個 以前的大連市的市政府 不過在日本知名時代的時候 也是日本的市役所 也就是他們日本知名時代的市政府 這個蓋的房子是在1917年 比剛剛我們看到的那一棟 這個大連賓館 還要晚上大概三年左右 這些建築物大約都是在 1910年代左右興建的 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後 簽訂馬關條約 給日本最惠國待遇後興建的 如今這些建築物 大多變成新穎的銀行大廈 這也是大連的人民廣場 過去這裡叫做史達林廣場 這邊很特別的 有兩種東西不能忘記 就是一個草皮 另外一個就是女季景 這個草皮為什麼特別 你知道嗎 這冬天的時候東北很寒冷 不過這邊的草皮是不會枯黃的 為什麼 為了他們這個 為了要美化整個市容 他們特地從美國引進的這種草皮 是冬天不會枯黃的 大連的草皮冬天不會枯黃 是一絕之外 另外在這裡還有一絕 就是大連的女警察 除了站在市政府指揮交通的 是女警察之外 還有一種是騎著馬 同樣也是警察的 大連女騎警隊 對,請教他們 Moss 雖然是警察之外 將是警察之外 現在警察之外 後不算得了 雖然是警察之外 一起警察之外 不算有警察之外 他們的警察之外 大連的女騎警隊 現在總共有四十七人 平均年齡二十三歲 成立時間雖然不到十年 但是這支美麗的隊伍 卻已經享譽國際 只要拜訪過大連的人 都不會錯過 平常最主要的任務 就是接待外賓 以及巡邏市區 主要的街道和廣場 也以為他們只是女騎士 他們可歸屬於大陸的公安大隊 名副其詞 馬背上的女擠槽 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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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 後面的這一些就是 中國最有名的女騎警隊 這一些人以及這一些馬 全部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 這也是全中國裡面 唯一一支的女騎警隊 是在1994年設立的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到底是怎麼訓練 從馬匹到人 這些美麗的女騎警 都是千挑萬選出來的 大部分的馬匹 都是從香港賽馬協會 退休過來 所以每一隻馬 都是一時之選 參與過無數的比賽 跑起來 當然是威風淋淋 170公分以上 是大連女騎警隊的基本條件 另外還必須身材腳好 大端學歷 面貌清秀 最重要的 還必須有膽量 體力 還不能太差 加油 加油 同樣是警察 人家是開警車 不過他們卻是騎馬 訓練一樣也不能少 每天最起碼在馬背上 要待上三個小時以上 除了基本的隊形變換 還必須跳躍障礙 我可以跟你握個手嗎 沒問題 沒關係,你不用... 不用,我這樣 不要去救一下 他叫丁曉翔 大學畢業 在學校學的是飯店管理 畢業後考上大連女騎隊 現在是隊裡的景華 還沒有來到這裡之前呢 丁曉翔連馬都沒有碰過 現在已經能輕鬆地 駕馭馬匹跳躍障礙 根據我們其中的業務 有相關的聯繫 平時呢 我們都會覺得 像剛才我們看到了 一個表演一些 一隊形 金馬長馬術 那是為我們 在日常的街面巡邏 然後做一個 禮儀性的巡邏 但如果說 如果是我們真的是 有任務的話 就是說 我們這樣練這樣的障礙 就是說 一個是鍛鍊人的膽量 第二個是鍛鍊馬的膽量 第三個呢 對一些比較複雜的 複雜的路線 或者是路段什麼的 就是都能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處理方法 這樣的話 人和馬之間 或捐起信心 對我們以後 完成這樣的任務 教練告訴我們 障礙的訓練很重要 不僅要訓練馬的膽量 另外也要訓練 人的配合度 一旦配合得不好 很容易就從馬背上掉下來 這裡所有美麗的女騎士 其實每一個都是傷痕累累的 剛剛跳過障礙的丁小鄉 過去就曾經因為 從馬背上掉下來 而掉了牙齒 這樣子就很長的 試試看就有一個企手 或腰部 或是肩部 或是一些什麼 都會有效 就是起馬 就這樣 這樣 那經常帶著他出任務嗎 每天都是這樣嗎 每天都是喔 其實每天都是 他好像在生氣 他嘴巴張開了 對 我們剛剛看你 看你做這一些訓練 這些訓練最難的地方在哪裡 這些訓練最難的處理 對人和馬來說 就是他們相互 人和馬相互的配合 再一個就是說 氣球的形狀 彈量 很重要 你們這馬不但是兩局 而且人也非常的厲害 人全部都是精挑細選出來 謝謝 你能不能請你下個馬一下 讓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喔 考這個女騎警的話 身高最起碼170以上 對不對 對 這是基本條件 這是基本條件 下馬非常的俐落 我跟他也差不多高 差不多 你幾歲 我啊 我就不理到吧 25歲了 25歲啊 還滿年輕的啦 謝謝 但我 你可以教我 我可以騎上去嗎 他會不會 可以嗎 可以嗎 我把腳踏進去 往上一床 沒有耶 我跟妳一樣 我也很有興趣 看你們這邊難騎警 什麼時候成立 我就來報考 馬高當然選的騎士 也就不能像我一樣 是個小短腿 丁小江告訴我 上馬要有技巧 雙手扶住馬鞍 一腳蹬上 就可以上馬了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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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看 這 扶住這裡 扶住這裡 上去 1 2 3 好 好 終於上馬 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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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踩不到 這邊是最長一點的 好 好 好 靠拍電影 或這樣 做騎警這麼多年 然後我覺得 光榮已經開心 那件事情 好 先踢下來 他們很冷的 謝謝 很辛苦 這樣嘛 然後 先把這些 這樣子 這樣子 對不對 對…好可愛 對 好可愛 好可愛 難怪他們要選 170公分以上的女孩子 腿會比較長 比較容易上 要不然的話真的像我這種 小端腿的話是上不了的 騎馬技巧果然重要 但最重要的 必須和馬匹建立感情 不管什麼時候 時時刻刻關心馬匹 一年世紀 幾乎每一天都必須穿著 鮮紅色的女警服 和愛馬穿梭在街道上 因此也培養出了革命的情感 幾乎是女騎警的 另外一個男朋友 她們就想吃東西 她們就想吃東西 平常打不打她 在下邊 在馬的下邊就足夠 不可以打 在上面的時候為了要遜 對 所以可以適當的打一下 下邊她算什麼錯 或是妳知道傷害的話 一般情況都是 都是女的責 都是人的責 被妳講到 被妳講到我現在在她後面 我都有點害怕 妳給我記住 要在下邊的話 妳受傷或什麼原因的話 就是妳是妳的主要的人 不能怪她 不能怪她 因為可能是妳其實方式不對啊 或者其他就沒有注意到她的變化了 就是她不行了 或其他人就麻 會傷害到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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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安慮要親到 馬的配合 重不重 這重不重 你試試看一下 要不要試一下 不輕耶 還是滿重的 這大概跟妳的重量差不多 哪裡 練習完脫甲馬鞍 丁小張開始做起馬房的工作 從梳理馬中到位時 這些事情全部自己來 感情有沒有培養好 就看對馬下了多少功夫 在這裡 每個女騎警 還必須同時照顧許多的馬匹 明壇曆 出生年1995年 現在是2004年 所以是9歲了 艾爾蘭 然後存學到 對時間是2000年 他的評語叫做 聰明伶俐 溫順乖巧 有的是 有的馬皮牠的姿勢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些問題吧 需要你騎手去幫助牠 就是說需要好騎手 但是大部分情況下 這一隻也是 這一隻也是需要好騎手 其實講說需要好騎手的話 是不是代表說這隻馬皮 比較難駕馭 比較難駕馭 真的嗎 正是這樣子 嚴壇間 丁小鄉處處展現了 東北女孩爽朗的一面 認真不怕苦 更看出了東北人的性格 我的答案 是她平常感情 來 妳要不要 背著我鏡頭講一下 妳作為這個中國的 第一的女騎警隊的感想是什麼 我覺得很榮耀 第一個我覺得很榮耀 再說我能做這份職業 我感到很開心 我把它覺得 我可以是為我的終生職業 來奮鬥嗎 可以這麼說 乖 乖 我的馬皮牠 在這邊工作 我覺得很開心 雖然女騎警比男生更適合 不過丁小鄉也老實的告訴我們 女騎警面臨最大的 還是結婚生孩子的問題 結婚後也等於是先告了 要離開馬背上的日子 這也難怪不論什麼時候來 這裡總是可以看到 一代代更年輕更美麗的女騎警 正在為大連市增添不一樣的風貌 替大連增添色彩的 不僅只有女騎警 還有他們培養 國家級模特兒搖籃的 大連模特兒藝術學校 一 Cait 一 二 二 三 同樣都是美女 有人選擇在馬背上 當個稱職的女騎警 但是也有人選擇 站在燈光絢爛的舞台上 當個引人注目的模特兒 這也是大連模特兒 藝術學校也是培養 世界頂級模特兒的地方 到底這些模特兒是怎麼產生的 我們一起去了解 在中國有句話說 北京人什麼話都敢說 廣東人什麼都敢吃 大連人什麼衣服都敢穿 足以證明大連人敢穿會穿的特性 大連人講究穿著 是全大陸最有名的 也因此大連人有把全身家蕩 穿在身上的習慣 如何穿得好看 是一門哲學 更是一門藝術 大連模特兒藝術學校 就是專門培養模特兒的 專業學校 不同於其他的學校 這個學校呢 每一個學生都是選出來的 中文部長 中文部長 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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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復的奧 長城那麼長 中國 主愛的觀光 尴尬太平衡 重抱的雙手 只有那麼短 世界全不是一站 酸真傳 沒有你沒有我 難道愛又不存在 多可愛 多可愛 其實你不定不白 多別愛 多別愛 以往心目愛 便開始愛 是愛 中文部長 這是他們的唱 是跳舞 好特別的學校 我一開始來這邊念書 每天可以跳 這好累 就跟大連的發展一樣 要培養一群 能夠站在舞台上的模特兒 學生的教育方式 絕對不能太失敗 活潑的教學方式 是大連模特兒藝術學校 最大的特色 光是模特兒 他們就細分了許多的專業 妳們這一班是什麼科的 學什麼的 學什麼專業 時裝表演 時裝表演 妳們是什麼專業的 模特兒 模特兒 做完早操 學生開始展開 他們一天的課程 這一節課 一年級的服裝表演模特兒科 正在上步太的訓練課程 我這次真正爆炸 我來到東北的話 如果要看所有的美女的話 直接來這裡就好了 你看後面全部都是美女 不過他們整個模特兒的產生 真的非常的困難 你看他們是一年級的學生 大概十五歲左右 十五、六歲左右而已 就開始在這邊訓練了 不是說上去走走花步就可以 花拳繡腿就可以 還真的必須受過 這個專業的訓練 三、四、五、六、七、八 一最快的 第二片流跑 看住了 第一個啊 在第二片流跑的時候 有的人是這樣的 四、四、三 這老師有點滿小的 不過看他看他心底 這老師應該以前 也是拉圖的操縮 老師剛剛已經在教他們說 怎麼樣聽這個音樂的節奏了 這其實滿重要的 如果是音樂抓不準的話 怎麼走都不對勁 好 再說一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 把你最快的速度轉過來 身體馬上變向觀眾的方向 調整角度收下如何 看住觀眾 留住 好啦 再來腳下 距離再大一點 再來腳下的時候 好難喔 我腳好像會打擊耶 老師我這邊要先問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只有一年級 對不對 全部都要穿高跟鞋嘛 進來學校就全部都要穿 那為什麼這個 為什麼他們訓練的時候 要把衣服撩起來 像這樣子 第一個是他們這個形體 比較好的話 對著鏡子會比較有自信 如果形體不好的話 就不會有那麼多自信了 第二個呢 在這兒我們需要擺動 胯部縫文來做一次 雙腿動雙腿 模特兒在台上是通過動胯 跟正常人走路不一樣 正常人走路是 小腿帶大腿走 我們在舞台上是 大腿帶小腿 需要有胯的擺動 所以呢 衣服撩起來 是讓大家更好地 看清自己的胯部 線條就對了 然後要扭動 要動畫 對 要動 那高跟鞋有什麼好處呢 直立 平拔起 直立喔 他們大約都只有十五六歲左右 剛進學校沒有多久 不過走起路來 卻已經有模有樣 這裡的學生 基本條件跟女騎井一樣 都是一百七十公分以上 沒有這樣的高度 是很難進入這所 高門檻的學校 這邊 那我要再問一個 就是最矮的 最矮的是哪一個 沒有關係 來 我們出來看一下 不過不要講說這個最矮 其實最矮的 有時候這個線條優美的話 其實走起來也是很漂亮 對不對 要有自信對不對 哪裡來的 黑龍江 黑龍江 最北耶 最北也不見得比較高 對不對 那妳要不要走一段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比較矮的部分怎麼走 來 妳三刀多少 一米七 一米七 一百七十公分 差不多啦 我也一百七 來 妳能不能稍微 幫我們走一下 你看 把我說一百七十公分 雖然是他們班上最矮的 但是走起路來還是滿有自信的 而且他的身材比例真的滿不錯的 剛剛這樣子看還看不出來 一走上這個提型台的話 其實就很明顯的可以發現 這是他們最初級的一個 訓練的過程 未來的部分的話 都會慢慢走向這個 二年級 三年級 比較專業的部分 我們再去看一下 他們是廣告模特兒科 二年級的學生走在舞台上 已經具有職業的架式 一旁的老師一邊指導他們 一邊告訴我 這些學生的優缺點 以及針對衣服 每一個人適合的類型 像是旗袍 就適合玲瓏有織的身材 來穿才好看 大連會發展出模特兒這個行業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這裡每年都會舉辦一場 國際級的大連服裝藝術節 對於模特兒的需求大 另外東北的女孩子 大多天生衣架子 訓練起來格外的容易 這樣也打開了東北美女的名號 最高 最高是妳 林貴姓 張 張喔 我真的是自取其辱 跑來這邊跟她比高 妳哪裡人 安山遼寧的 也是遼寧的 不是聽說東北的女孩子特別高 那妳們這邊有沒有南方的 南方的是誰 黑龍江的 黑龍江的喔 那是最北方了 對 那黑龍江也過來一下好了 來 妳們都幾歲 十七 十八 妳十八歲 妳十七歲 進來這學校難不難 是憑自己的才能 憑自己才能喔 那為什麼會想要走這個模特兒 這個專業呢 是一個理想和夢想 從小的夢想吧 從小夢想 那妳呢 是啊 那妳未來的夢想呢 當然是走向最大的提琴台了 最大的提琴台妳呢 我就是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ded 起碼 新極失神 大連長達四十年受到日本的統治 近十年逐漸在世界上展露頭角 順應時代大連成為新興的城市 在東北三省當中最引人注目 作為大連人他們無比的驕傲 北方的明珠也因為這些人 這些事 這些物 讓大連更加的耀眼了 在東北三省當中最引人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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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北三省當中最引人注目的